大家好,我是厨子 今天厨子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香酥小黄鱼 希望大家喜欢 将新鲜的小黄鱼宰杀并清洗干净 放入盆中 盆中加入少许的姜末、蒜末 胡椒粉 盐 花椒 蚝油 倒上料酒后腌制10分钟 奔用 小碗中加入4勺面粉 一勺淀粉 少许五香粉 胡椒粉 胡椒粉 花椒粉 椒盐粉 打上一个蛋黄 加入少许清水 搅拌均匀 沿一个方向 调成糊状 锅中下宽油 滑锅 烧至5-6层热 将挂好糊的小黄鱼放入锅中 炸鱼 炸装鱼 炸鱼 炸鱼 鱼 油 油 炸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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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 油温较高,一般约一分钟左右即可烙出控油 滋滋的声音表示鱼已经非常酥脆 将油倒出,留少许的底油 下姜末、蒜末、洋葱、红椒粒炒出香味 锅入少许的明油,烧取翻炒 将鱼倒入锅中,烧取翻炒 撒上少许的椒盐、葱花、少许番薯即可起锅中 纯菜秘诀,做香酥小黄鱼主要有两点 一是面糊的调制,一般面糊与淀粉的比例为次品 二是油炸小黄鱼时,要分两次 一次为炸熟,油温为5到6成 第二次为炸酥脆,油温为7到8成 远创不易,领的观众是厨子创作的动力 更多更好建议,请视频下方留言交流 厨子说餐,一个分享美食与做菜心得的地方 我是厨子,期待你们观众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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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